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哲瀚的颜值和演技一直都很在线 在今年6月 拆刚刚上线的芸汐传中 饰演陈稳内敛 俗志多磨的秦王龙飞夜 与基金医饰演的韩芸汐更是缺了不少嬉皮粉 第八名 韩东军 韩东军在今年上半年上映的两部网剧 《人生若如初相见》和《三国机密》都有着不俗的表现 在这个7月又有一部网剧《重返20岁》即将上档 可以说是实力罢评 第七名 肖战 肖战在今年4月上映的大热网剧 《哦我的皇帝陛下》中饰演的北唐默染 不仅颜值爆表 对女主洛飞飞更是胆有力迈克斯 甚至很多网友喜欢这对CP多过关配 第六名 行昭林 行昭林自双氏宠飞大火后 人气就一直居高不下 在今年上半年的高田网剧 《无法拥抱的你2》中 饰演高冷又有着重度洁癖的江志浩 可以说敲了不少粉 在即将到来的暑假档 双氏宠飞2也即将要上线了 相信大家又要为帅气的莫连成填平了吧 第五名 张彬彬 张彬彬在今年上半年播出的大热网剧 《烈火如歌》中饰演俊朗刚义的战风 虽然张彬彬饰演的战风有点冷酷无情 但仍无法阻挡张彬彬的高颜值 相信很多网友也是为张彬彬追剧的吧 第四名 周渔民 周渔民在网剧《烈火如歌》中 饰演有着天下第一美人之声的尹雪 相信很多网友都被尹雪的盛世美颜给惊艳到了吧 而尹雪对如歌的那份痴情 更是让无数网友一直动容 第三名 熊子奇 熊子奇在今年上半年播出的网剧 《国民老公》中饰演高冷帅气的陆景年 可以说掳获了不少粉丝的心 但这个七月又有一部网剧《我和两个他》即将上线 熊子奇将会饰演高智商 低情商的数学天才 是不是一样很吸粉呢 第二名 徐志贤 要说在今年上半年火得冒烟的春夜网剧 非蒙七十神莫属了 徐志贤饰演的夏淳于不仅颜值爆表 演技也十分在线 徐志贤更是凭借此剧而云气大增 你们有没有被圈粉呢 第一名 蔡徐坤 说到蔡徐坤大家一定都知道 她是偶像男团9%队长 但是蔡徐坤除了唱歌跳舞很厉害外 在今年上半年主演的网剧 《我才不会被女孩子欺负呢》 同样有着亮眼的表现 但这播放量更是创下了5.75亿的超高纪录 可以说是妥妥的颜值担当 上面为大家介绍的 就是在2018年上半年 爆红网区高颜值男主排行榜 你最喜欢哪一位呢 欢迎大家留言哦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 还没订阅的观众 那快订阅我们吧 那我们下回再见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